这个过程各位你要去思维 不容易有 所以特别是爱情这种事情 亲情这种事情 今天你的儿子在你面前 有人拿刀子 如果你去出家 我把你儿子给杀了 你还要放下 杀吧 因为释迦牟尼佛就是这样 太太布施 儿女布施 她也要追求真理 把国家的王位 所以各位这些你要去思维 你不能说那是佛陀 跟我没关系 那你自认为是凡夫 那就没办法 自认为凡夫 那你就谦虚一点 惭愧一点 不要骄傲吧 但是我们要学佛 要顶天立地 要承担佛陀 佛陀做得到了 我应该要做到 这个叫戒 佛陀的行为叫戒 所以我们守戒的 佛不杀身 所以我不杀身 佛不偷盗 所以我不偷盗 那佛陀的心叫定 那你要保持念佛叫定 那佛陀的智慧叫 就是我们要正的空性 那我们八观再戒就是 希望各位今天 生口意跟佛陀一样 那只要你持戒 你就有佛陀的力量 所以你去做焉供 你去做药供 你在念佛 对众生利益很不可思议的 所以对我来讲 我到哪里闯八观再见 哪怕一个人 我都很高兴 为什么 对世界有很大的影响 那有人问我说 何以见得 那是你没福报 地藏经说 一个人在家里送地藏经 周围一百公里 或是一百游行 都得到地藏菩萨的价值 相不相信 这一定的 所以能够坐在那边 送地藏经 功德太大了 但是你要有这个悲心 要有悲心 如果你把地藏经背起来 而不是一个悲心 那这样念地藏经 就跟在刷阿拉伯数字一样 意义就不大 所以今天把你一个人 丢在非洲 没有半个人学佛 你在那边送普门品 整个非洲 都到观音菩萨的价值 六道众生 渐渐离苦 那你在送普门品 非常的发喜 所以各位 各位在诵经的时候 我一定要这样想 你每一个字的声音 都变成一个光 每一个字一个光 乃至阿弥陀佛 都四个光 清怀赤白 四色莲花 每一朵莲花 都在接引无量的众生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而且他只要上了这个莲花 都变成阿弥陀佛的形象 然后就往生进入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念这样快不快乐 要有信心 因为按照佛经 就是这么写 那你要相信 这样去观想 去为他念佛 乃至你念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六道众生 脱离六道的烦恼业障 统统六根清净 各个发起菩提心 在实践波罗蜜 各个都可以脱离轮回 往生净土成佛 所以佛陀佛说 一句欧玛尼 地球下了十二年的雨 雨滴多少 佛陀说我算得出来 但是一句欧弥陀佛的功德 一句欧玛尼 的功德 他算不出来 如果你按照这样去观想 那当然了 算不出来 所以我想我们有那个福报 特别在末法 在边地 我们可以念佛 我们可以念地藏经 可以拜八十八佛 可以念妙法连华经 那还得了 妙法两三行 众生皆得度 妙法连华经 你只要念两三行 众生就超度了 还光你念整部经 你要没时间 你就念念普门品 像我大哥 脑癌四点五公分 写好遗书 他也偷偷给我讲 他可能会死 所以他不跟他太太说 他连开刀都不跟他太太说 他怕他太太烦恼 他是在美国住的 然后得到社父陷癌 后来就变成 社父陷癌变成脑癌 然后他就回到台湾开刀 他都自己去 他都不跟我讲 他就是那一天去才跟我说 他跟我说 医生说我四点五公分 我可能不行了 然后 因为我是学佛的 办后事就要找我了 然后我就说大哥 你放心 你还不能走 为什么妈妈还活着 你要想这个事情 如果我们做儿女的 我们是这样离开 对父母是不应该的 那他就问我怎么办 我说念浦门品 最简单了 我就拿给他一部浦门品 然后他就在那边躺着 就在那边念 后来我还是请人家通知他太太去照顾一下 不然他一个人 我问他你一个人干嘛 一个人就一个人 就不要让家里知道 反正你知道就好了 但是我说 那你就念浦门品 第二个发给愿 等一下 永不吃肉 他偶尔听我讲的时候 吃树好 吃树他就好一点 但是他儿子在吃 他又受不了 他又吃 乃至他儿子 要住在美国 我大哥陪他住 他就要煮给他儿子吃 他儿子吃荤的 所以他煮给他吃 那煮给他吃 他当然自己也要吃 一次就发作 一次就发作 所以我讲到这个地方 你要是生病了 千万不要吃到肉 一沾就有了 所以他已经病都好了 然后一吃肉就发作 从舍负腺变成脑癌 所以他一进去 他就答应 好 我如果这次好 我绝对不吃肉 然后就念浦门品 结果开刀非常顺利 开弯刀出来以后 很健康 气色都变了 变成很年轻 一看就知道好了 那好了 又回美国 又来了 又吃了 但是他有一百个理由 我说没办法 然后一眼 那个脑还又跑到眼睛来 跑到眼睛就没办法开刀了 那医生说这个很难 如果要做那什么 雷射眼睛会瞎掉 他说你自己选择吧 那我大哥这下就哭了 那我就问我大哥 你有吃肉吗 没办法 我只有沾他的龙虾酱 我没有吃啊 我说这样都有份的 因为你发过怨的 各位怨就是一种戒 你发过怨 那这个功德就可以给你的冤心在主 他就不会讨债了 后来我说 那你要跟你的冤心在主谈判 因为他真的不放过你 那谈判就是跟他忏悔 忏悔就是跟他谈条件 很简单 如果各位你有冤心在主 你就跟他谈判 跪在火圈 好 我为你送七部地藏经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怎么办 拌杯啊 对不对 我为你拜三昧水灿 就这样 对不对 结果我大哥这次很严重 我就帮他担谱 一个月送一部三昧水灿 跟他忏悔 他做一点善事回向给他 但是绝对不能吃肉 我都帮他问好了 我说大哥你就按照这样做 没问题了 他说就这么简单吗 医生说没用了 试试看 你一定要相信 因为那个药不要再吃了 那个吃了 头发掉光光 牙齿掉光光 一个人要死要死了 搞不好还没有爱发作 你就先吃死掉 真的 那些化疗的药 真要了命 因为我看我大哥一吃 就整个人像中狗帽一样 然后就在那边哭 他说他受不了 吃这种药 他医生没办法 所以 那我说你不要吃 这个你要放得下 如果你要吃 搞不好是吃这个死了 对不对 这个时候 没药医就当作唯一的 死了没关系 我在 这是对妈妈不好意思 妈妈会哭死 这不是堵的 因为我认为死了我还可以超堵的 活了还很难跟他沟通 真的活了很难度的 死了你排位放在那边 他就去了 为什么苦啊 他不苦就哭 他如果不苦就不理你 对不起我身天 就是苦啊 要死了要是没饭吃 OKOK给你吃 OKOK 他就听话了 对不对 苦嘛 所以我大哥有听话 他就坚决的吃素 发愿了 然后送浦门瓶 然后拜三昧水灿 他那个是贵宾级的三昧水灿 贵都不用贵 你看 我请法师坐在他旁边 带他念他坐着 念佛的时候站一下 然后才坐 他说这个很容易啊 拜个两三个钟头 我说我们拜六个钟头 你拜三个钟头 你是贵宾级的 因为你是海涛法师哥哥 好了 然后就这样吃一阵子树 拜完以后 他再去医院检查 癌症指数零 现在我只要回台湾 他法会百分之一百 坐在那边 以前我请他来不来的 他现在坐在那边 好啊 家财好啊 变了 现在怎么检查还是零 这样就好了 这样他就每天乖乖吃素啊 也会劝人家 现在主动在帮我 做很多好事 他对我很好 我就觉得 佛法太管用了 因为老师说 会不会好我也不知道 我只能说 反正你就这样去做 这就是佛法 你一点一点都没有 很复杂很困难 那你要能够去做就好 那你去做 妈妈看到你好 妈妈也会有信心 对不对 因为我大哥好 我妈妈就比较有信心 我妈妈这一次 也是差一点死亡 但是至少 他现在还撑过来了 但是这种生死的事情 各位就不能开玩笑 不过我要讲一点 当你发愿吃素 你的病好了 你千万不要吃肉 马上就会死了 那各位聪明一点 你不要等病了再来吃 你现在就好吃了 你等病了再来吃 那你就划不来 所以并不是我开素食店 而是希望各位 不要癌症再来找我 但是那讲的是肉体而已 心里的最困难 心里的癌症是最困难的 心里的癌症是什么 来听一下 贪欲 称慧 愚痴 辞着 骄傲 自卑 怀疑 这个很难 所以各位 你一定要对峙它 你明明知道自己有什么欲望 自己有什么想法 那这个谁也管不了你 所以佛陀说 我给你方法 解脱靠你自己 你不想改变你的 那么一点办法都没有 有一种人是 也不会生气 也不会贪心 就是爱睡觉而已 这样你的脑筋就变成 等于那就死了 睡觉等于比死人还恐怖 为什么 你明明有佛性 你不用 那你一直在睡觉 你就是赶快把我麻醉死 算了 所以经典的说 法师讲经 你在打瞌睡 来世做蛤蜊 做几百节 还醒不来 对不对 就出生在最深 最痛苦的地方 所以各位 那你要改变你的个性 改变你的习气 睡觉 不专心 爱发脾气 对不对 不习惯的事情 放在心里 这个都是你内心的毛病 当然究竟的毛病是什么 来 根本我执 就是说你执着有这个我 这个东西存在 就是没有空性 所以各位一定要读心经 金刚经 不要光读 光背 你要把心经跟金刚经 当作你心中有一个最可怜的癌症 这个我只害死我们轮回百千万事 也让我们没有办法去帮助父母 父母一直在生死 你一点都帮不了他 因为你有我只有这个烦恼 你就没办法成就菩提心 那你要很深刻的去思维这个事情 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说 反正我这个人脾气就这样 我这个人习气就这样 那这个讲不下去了 这一点各位要很强 这个叫什么 来 出离心 你要知道轮回很苦 所以难得做人 这个是很宝贝的 但是做人这个又很容易死亡 对不对 生死无常 而且这个一生死 有轮回过多痛苦 那在轮回的过程里面 这个善恶业就一直影响我们 那你要去思维 所以做人的目的 请问各位 住在地狱好不好 现在人喜欢住 还在里面盖别墅结婚生小孩 这个就是地狱 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就是地狱 佛陀佛不用地狱做比喻 三界如火载 对对对 你千万不要说 你看这个 你看我房子多大 所以我有一点成就感 人就会以这个假的东西来填塞它 来逃避痛苦 所以哪怕你现在是做美国首富 哪怕你做美国最漂亮的 那些都是一个假象 不要被骗 根本的痛苦在你这边 只要你有这个我质 产生烦恼 所以在背词 贪嗔痴 三毒心不除 六道轮回 痛苦永不停 怕不怕 你们还不是很怕 偶尔来说说八戒 你还没有很怕 我们现在是怕死了 就像我师父才跟我讲 这个世界就像一个烧红红红红的铁片 你只要脚踏在上面烫死了 没有一个地方让你踩的 没有 就是那边呱呱叫一直跳 跳到烧了 脚烧烂掉 对不对 你要去看这个世界是如此 千万不要被这个假的世界迷失了 我有地位 我是博士 我儿子是博士 如何如何 这些东西 你千万不要给他骗 世间的这些都只是一个监狱 你越盖越大的监狱 越牢 越监牢 越抓得越想 抓得紧 当然不是世界害我们 世界从来没害我们 是我们去执着它 这什么叫空性 空是很简单 是客观的意思 了解吗 客观就是 你站在远远的地方看这个事情 我跟这个事情没直接关系 请问这个身体是假的还真的 你都知道 身体是你的还是不是你的 不是岁月 问题不一样 我胃痛 师父你看我脸 我胃痛 所以讲空性还不容易 所以各位那怎么办 那你每天都要思维空性 这是宵夜上最快的 也是佛教里面的主题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 一切佛法森三宝 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 所听到的叫法 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 达到无我的空性 达到慈悲利益众生 更要随时收看 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三宝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沐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海淘法师红法行程 10月27日星期五 念药师流离光如来 使斋除罪三十节 小生通月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十一倍 下午两点 嘉义香湖公园 九九重阳敬老心灵讲座 联络电话 05-225-5888 10月28号星期六 九皇大帝圣诞 丰都大帝圣诞 斗母新军圣诞 天上圣母飞生 灵水夫人 李姑千秋 中坛元帅千秋 小生通月 要师如来书圣公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一兆备 上午八点半 台南势力后甲国民中学 八官栽解 护生 点万灯 共万水 要共祭慈悲诗时法会 联络电话 06-213-1112 06-258-9177 07-607-3377 10月29号星期日 小生通月公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十亿备 上午九点 高雄浮城高中活动中心 传授在家菩萨界 护生点万灯 共万水 既慈悲诗时法会 联络电话 07-556-9911 10月31号星期二 小生通月公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十亿备 晚上七点 屏东中正艺术馆心灵讲座 联络电话 08-751-6018 10月3号星期五 念阿弥陀佛 持摘处罪两百节 诸圣夫子圣诞 南昆吴三王爷千秋 小生通月公德日 善行与恶行与恶行成十亿备 下午两点半 金门文化局心灵讲座 联络电话 082326651 11月4号星期六 佛陀佛陀佛陀返回人间日 小生通月阿弥陀佛书圣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一万亿兆备 上午八点半 金门金湖综合体育馆八观灾解 联络电话 082326651 11月5号星期日 小生通月公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十万兆备 下午一点半 金门金湖综合体育馆 点签灯供签水 祭大蒙山慈悲诗时法会 联络电话 082326651 11月6号星期一 念观世音菩萨 地藏菩萨 此在除岁九十节 苍盛先世千秋 小生通月观世音菩萨书圣 圣公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一千亿兆备 金门佛学交流 11月8号星期三 小生通月公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十万兆备 上午十点 新竹浦园佛道院 北区联合护生 点灯耀拱 继良黄圆满日 大蒙山慈悲诗时超度法会 联络电话 02-2917-8855-03-533-7368 11月21号星期二 下午两点 马来西亚居然柔佛 慈悲甘露诗时法会 11月22号星期三 达摩祖师圣诞 下午两点 马来西亚 文律玉佛寺心灵讲座 护生 点灯 水贡 右贡 即慈悲诗时超度法会 敬邀十方大德 踊跃前往参加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